台中市都会大扩张 农田消失 自然河流大量节湾取值 在第十三期的土地重化中 南屯西仅剩的自然河段 正在等待一个保留的机会 在台中市的南屯区 原本有一条蜿蜒的南屯西 一路记录着城镇发展的轨迹 然而在民国八十四年 南屯西面临整治 大部分被解湾取值 原本二十五米宽的曲折河道 变成宽度只剩下十米的笔直排水垢 但是在第十三期重化区的范围里 南屯西还保有一小段自然河道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旧南屯西 在丰热梨第十三期重化区里面 这一段弯弯曲曲的很像神龙白尾的一个形式 那么仙明在两三百年前来这边开墾的时候 他们都住在河流的上方 梨头殿或者是河流的东北方向 就是马祠浦花吉堡的所在 许多文明半河而生 河水奔流不但带给大地生机 也孕育文明发展 就在旧南屯西周围 克博馆的考古团队发现了珍贵的史前文明宝库 河流跟考古移植的关系非常密切 因为史前人他一定会找寻 就是有河水的地方 然后又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好像台地丘陵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以前人用的工具 它是一个辅除刑器 那这个地方大概已经断掉了 如果是完整的 或许它有一个柄 它可以装着一个柄 然后这是一个当时用来耕种的一个农具 我们这边马芝浦遗址 目前发现的遗物 大概年代有三千多年的牛马头文化的遗物 还有两千多年的银谱文化的遗物 那还有一千多年前的繁殖园文化的遗物 所以大概有三层文化层在这个地方发现 我们是今年一月开始挖掘 然后挖掘到目前十个月 看到那个出土遗物的丰富 超乎我们想象 千年文物之外 旧南屯西畔散落着鲜明缩合而上的唾肯痕迹 清代古墓 列为占定古迹的树的山庄与腐植居 以及当年农民载运甘蔗的五分车铁道遗迹 这些历史痕迹与河流相关 但是在开发的压力下 这条文化母河却难保自然遗免 这条旧南屯西沿岸南北差不多1.5公里 在这个1.5公里 只是整个南屯西流域里面的最后一段最精彩的地方 这边的水深差不多有6公尺深 是一个很天然的排水道 一个制红尺 里面有很多鱼类虾类的生态 可惜在最近第13期重画区里面 它并没有把这个很美丽的天然最后一河川 就地保存 作为制红尺 反而要把它全部填平 作为住宅区 为了因应台中市的后期发展 13期重画区在97年进行规划 98年获得半数地主同意 99年公告重画计划分成4个公区 范围230公顷 除了小部分工厂 原本大多是稻田 位于第一公区的旧南屯西 是农民的灌溉水源之一 重画之后农地变建地 不再有灌溉需求 因而要把旧南屯西填平 我们这个重画区开发之后 也不会有稻田的跟做的需求 所以这个旧南屯区已经没有保留一个必要 为了让重画后的土地有最大的面积 最方整的轮廓 蜿蜒的河流带往往被牺牲 如果旧南屯西被填平 消失的是文化的连结 生态的美好 还有现今已经越来越稀有的天然质红功能 为在13期重画区下游的丰树里居民担心水环问题 聚集在南屯西前拉起布条提出抗议 上游里居 下游沉安 田田南屯西 田田南屯西 一瓶做大水 重画里居 上游再享受 上游再享受 那你现在要把南屯西填掉 那你填掉以后原来的水要怎么跑 你没有告诉我们 风树里的小孩 风树里的小孩 做大水路 做大水路 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你花不到啦 灾难之前人人平等啦 死神之前人人平等 你再多的利益你抵不过一次大水 在市府的计划里 将在学校与公园用地设置五个制洪池 容纳水量五万立方米 来处理区内南屯西与麻原投西的洪水 但是水利专家认为 这样的做法是增加工程成本 舍本竹墨 本来就是有一块河流嘛 那河流它就是比较低的地方 你利用比较低的地方去顺着这个自然 那去做它的制洪池的话 当然原来的顺着自然会比较顺理成章 难易程度就比刚刚说你找一块地 那块地本来是比较高 然后你要把它挖下去 再把它倒水来的话 那你当然是省了比较多的事情 南屯区位在大台中地区的下游 面临越来越多的开发 加上这一代的防洪 都是以十年红泛频率 二十五年不议题为涉及标准 面对极端气候的暴雨 势必承受高于以往的淹水风险 就影响的就越来越大 因为南屯区这里是下游 整个台中是北边高南边低 东边高西边低 应该是这样讲 以大渡山以东的话 所以它开发一开始你不会感觉到的 慢慢慢慢这个越开发 你不能讲说哪一个开发影响 哪一个开发影响 而是慢慢 有点像慢性疾病啊 把稻田水田转化变成建地 那它是马路 它是房子 那它没有把它原来雨水给收住 那它就赶快把它排走啊 那每个地方我们累积累积 这样的效果之后 那现在是一下子马上就来了 然后来了马上就很大 急着想保留救难屯息 居民提出将两个兼具制宏功能的学校用地 与稀畔带状土地交换的建议 之前市府为了因应极端气候 而进行排水计划调整 已经造成其成延宕两年多 在这个时间点要再进行计划变更 地震局表示并不可行 从化当时跟地主开说明会 跟争取半数地主同意的时候 我们向那个地主说明跟提供资料 都是原来的计划 那如果按照现在贸然做变更 那势必会引起更多的一个抗议 所以我们是不同意 用这个学校用地来跟这个 河川的他讲就男子区的部分 变更公园的方案来执行 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是 倾向按照原来的计划来照案执行 可能在这个时候 公交可能比较慢 为什么全部都 现在已经上网 要招标了 因为我们十三级工办重划 已经延宕了两年多了 它里面有四个工区 它第一个工区 它应该在99年的7月份就要动工了 现在已经101年的11月份 到现在都还没有划包出去 它进度严重落后 三千多个地主非常着急 急的不只是旧男屯西的保留 西畔的考古遗址 今年初才开始挖掘 也在与重划的开发脚步赛跑 这个范围之内 是不是学校里面 是不是可以有一点考古遗址的保留 或者是说把学校的位置 跟这个考古遗址的位置 怎么样的交换 做一个结合 那这是或者是甚至包括 留在这个学校附近的溪流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整合 那我想这可能需要更多乡亲 或者是有专业的人士 规划师来去在公众平台上讨论 13期重划 因为排水计划调整而延宕 如今能否先就其他 没有正义的区域先行动工 为旧男屯西争取一些时间 让生态与文化能有圆满的未来 一切在正式动工之前 都还有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